內政部調查統計 原鄉七成公墓滿帳 墓地嚴重不足 受限水源水質保護區 集水區等相關法令規範 新闢公墓困難 政府規劃朝向辦理 舊有公墓更新 包括新建那谷塔 那谷牆 不過這次屏東縣三地門鄉 三地村舊墓更新計畫 引來爭議 旅居都市的部落居民 直到開挖當天才指導動工 質疑部落會議不公開透明 更剝奪權益 學者認為部落會議 實施要點有瑕疵 他的這個所謂的實施同意的 他的資格 他是要涉及在部落的 那我們至少有三分之一 到一半的族人士 年輕人士到外就業 或者是念書的 那幾乎是剝奪 他們的原住民權利 第三個呢 他的這個所謂的同意權 是以戶為單位的 一半的 一半的人 一半的戶數去派代表參加 一半的通過而已 那這其實你說表面上 四分之一 但是可能更少 三地村舊墓更新工程 公所多次回應 已經通過部落會議 並得到家屬同意 合乎情理法 但原民會反駁 簽障工程牽涉到 殯葬管理條例 不能以部落會議取代 從民國九十七年開始 當時的桃園縣復興鄉為了解決墓地不足出現違法爛障 加上地處石門水庫水源保護區 復興區到目前為止已經有七座完成 前桃園復興鄉長林欣立表示 一定要跟居民充分溝通 取得每一位墓主同意 我們復興鄉的經驗就是要把原來的墳墓要把它更新的時候一定要跟部落的居民一定要取得共識 全國原住民三地鄉區公墓共計393處以滿帳或近滿帳公墓共有263處約在所有原住民三地鄉區公墓百分之六十七 因此內政部兵杖設施示範計畫第三期計畫補助作業要點將三十個原住民三地鄉區公墓改善列為補助項目 協助原住民三地鄉區辦理舊油公墓更新 興建骨灰還存放設施 但目前原鄉地區推動進帳到千帳面臨到一些困難 特別是行政程序跟原址原地興建那谷塔跟那谷牆當地居民意願 這一次三地村千帳爭議再度凸顯原鄉墓地不足 地幕變更新聘墓地的困難度跟窘境 記者MULAS 徐家榮 台北市採訪報導